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鴻的自然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是我開始在這個野狐九段的對局喔 那麼我是拿白的 一開始雙雙都是下新小木的開局喔 那右下角他率先點我3-3 喔那麼 哎呦實戰他這邊走一個跳 這個棋我記得是小木的話 好像剛好對過來真子不利吧 對啊 這樣子好像黑棋會不會有衝斷然後爭掉 好這個黑棋增子不利走這個定時的話是稍微差一點的 因為被白棋增掉還是蠻大 之前我也曾經下錯過啊 然後後來被AI給糾正之後發現 欸這個增子不利下出來是比較差的 這個被白棋增掉我本身還是蠻大的 那當然他現在地角我是得補一手啦 不過總體而言應該還是白棋賺喔 雖然他是可以拿到一個贏真的權利 哎呦我現在有時候看AI或者是職業在下 他們有時候會補的很大 補到這之類的都有 我可能穩健一點好了我是補小一點 補越大的話這個也不見了會不會下 不知道會不會下 好那左下角他掛過來那麼 我這邊應該去走一個夾弓會比較好啊 但是偏偏我對於夾弓的定時其實都 不是很熟不過沒關係啊 我們就尖招塞招 當學習啊他如果飛壓過來我們就衝斷吧 學學看 這邊我覺得右下角我這麼厚了 感覺戰鬥起來應該白棋還不錯 不過也很有可能說就是右下角不會影響到左下角 這是很有可能的 那麼還是看他左下怎麼下 我個人面對人家二間高甲 我飛壓不太會下 被人家衝斷挺複雜 我個人都是走這種大跳之類的東西啊 大跳人家跟著大跳 然後我們再去什麼夾弓之類的 黑棋實戰左下角他也避開一些複雜變化 他走一個跳起 那麼我飛他他準備連壓 這個連壓在現在的AI定時其實也是會見得到的 不過現在他這個場合 採取連壓是不是不太好呢 因為我覺得我右下這麼厚的棋 他壓完這一排 即使有了這一排他難道夾弓過來 他戰鬥會有力嗎 我覺得 可能是要打一個問號的 他夾弓我就簡單跳一跳 我覺得白棋好像也不錯吧 所以他只敢走這種陣 那我覺得這一排他壓的有點損 這個棋他壓的感覺有點損 不過我剛才這個場是不是不見得好 也許我應該用跳的 逼迫他場一下我再尖 這樣子左邊可能圍的更紮實 不過也還好啦 那小問題 我們這邊先印一手 這樣這一塊棋其實應該還算 黑棋應該還算不太敢打入 左下角感覺他這一串走的不是很好 我覺得是我的話 我可能 第一個我左下角會先走高掛的 因為高掛他走一個拖退木骨定石 我再拆過來他顯然被我限制了 他不划算 那第二個就是 掛完被人家夾弓 我可能就簡單大跳一下 然後就拖閒了 就算了 或者大跳完再夾這個什麼的 那我左邊他走一個飛 這樣下一手這邊藍下來 還是有一定價值 我不理他的話 左邊會不會收刮 畢竟這個應該還是有一手七價值 我還是我要踢這個呢 踢這個應該也其實也應該也不小 不然我就算了 我簡單左邊大飛一下好了 右上角他地角 那麼我可以考慮掛這個 或者是掛左上應該也可以了 那掛這個看他要不要踢我一下 然後再夾弓之類的 感覺是正常操作 他這邊 他這邊是直接二間底角 直接二間低夾 嗯 那麼 我這邊應該就拖完搬入好了 局部簡單處理一下 拖完搬入 那看他是什麼 怎麼下 打吃完粘住嗎 還是要 二兒擋住 或者是立下之類的 這個場合我覺得立下好像不是很好 我就簡單虎上來 他斷打我粘住 他吃 我這簡單大跳 感覺上還不錯 哦 他實際上走一個 這個 二二斑哦 哦 那麼 面對這首棋的話 我是走什麼比較好 簡單沾 這應該不太能考慮 沾完被他沾在這邊 棋形上感覺有點臭 欸 其實我一開始 好像不見得要拖完斑 我覺得我可能小飛 二路小飛完尖一個 好像也不錯 不過現在後悔來不及了 現在我要走什麼 總不能靠這個 因為靠的話 哎呦 是不是我可以靠這個 因為我這邊還存在山路打的可能性 然後打完 等於我這邊貼有一個隱形人力 我能不能去靠這個 不過靠他我就搬 靠他如果搬左邊 我再反扳下去 被他打完沾住 我好像還是斷不動這個 這樣子我左上有點虧 讓他實地化了 我如果簡單虎 他敲上來 我虎這個 他體 我打完之後飛出來 應該也可以啦 我覺得我就這樣下好了 虎一個 然後虎上去 那他拔掉之後 我再打吃完飛一個 哦 他實戰往這邊退了一下 他退這個 第一桿覺得不太像好奇 而且我現在有沒有開解的可能性呢 這個我開解的可能性是有的 因為我 我 我如果輸解的話 他下不提 哦 不過現在不提 好像還是頗大 這種能不能開解啊 這真的是有點糾結 還是說我就先擺著 擺著他很有可能會馬上提掉 我感覺 我好像不能擺著 我必須得沾 或者是開解做個選擇了 這個開解 我好像只有右下這種結材 其他不是很明顯 算了 我覺得我好像不太能開 那他補齊 我們再 再去飛出之類的東西 他這個退的選擇 好像還是有點奇怪 這邊不走 被人家跳一下 好像還是不是很舒服 我看我還是出個頭 那不過這樣子 這邊他很有可能就可以去補一下了 只是我覺得他這手棋 好像也只能補在這是不是 但這樣腳還是有點空虛 點完 天堅啊還是幹嘛的 他這個好像一手棋沒辦法實地化 如果能實地化那效率也挺高的 但是好像不太行 哇他先打我下面啊 哇 我本來以為這邊他稍微不敢打進來 不過他立刻打了 這個也挺 挺兇的 那這個我怎麼下 如果直接靠的話 他會不會直接下面鑽啊 我擋住 我看我直接靠好像還行 踢的話 感覺要跳一跳 我好像不太好 踢感覺被他跳一跳 我好像不太好 我覺得我直接 椅蓋應該是可以的 喔 再點這個啊 哇 感覺招法蠻靈活的 唉唷 這一手棋 這手棋好像是 我有點不太會硬 擋嗎 擋被他衝完拐 我再挖 還是怎麼下 好像不太行 剛剛那樣 我講那一圖好像不太行 衝完拐 我挖的時候 這邊他打完一 咦 擋他走完 挖 喔他打吃 然後打吃再搬 我不行 喔我又擋這個勒 衝斷 拐完擋 被他拐過了 我擋這個他好像會直接衝斷 那我只能氣掉 氣掉也不是完全不行啊 但是 好像還是應該沾什麼的 沾他爬 我來他在搬 他活得蠻輕鬆的 咦怎麼會被他下這麼輕鬆 這個點儀式是好奇的樣子喔 不太會下 還是算了吧 我沾住好了 讓他可能這樣子得放他在下面活了 唉唷他好像活得蠻輕鬆的喔 唉唷他好像活得蠻輕鬆的喔 而且我剛剛經過那一個長烤之後 時間有點虧 唉 長都要被他爬過 感覺他有點爽 還是我現在虎下來 現在虎下我是覺得還能 還能夠選擇這麼下 還行 不過他這邊還隨時可以爬過 讓人不太舒服 我有其他的下方 長 爬一下 然後下面 下面 我好像虎也不太好欸 他如果打吃完 走上面 那我下面 也沒剩多少空啦 咦? 虎他打吃完虎 我再繼續飛弓 好像也不是完全不行 我都藏到他爬我拐住 我是覺得他下面 好像也是有點被我搜刮啦 不過我好像虎也是可以 喔 那就這麼下好了 他可能會敲完之後 飛出還是幹嘛的 那我再從這邊破出來 看能不能順便把他這塊 也捲進來一起攻啊 畢竟雙擊的棋 還是會 讓對手難受一點 不過他這附近 是不是有一些先手 可以戳我的 還是幹嘛的 所以我剛才沒補這麼大 應該也是有好處 我縮回來一點 讓他比較難在這邊 找我麻煩 他直接沾住 這手棋非常厚重 厚重 那 我是靠出嗎 靠出完 扳還是幹嘛 跳出 可能就跳出好了 這樣他可能也跟著跳出 要大家一起跳 那我再跳到這下部 還可以 這附近傻過來嗎 還是跳過來 我直接二陸虎 這首棋 哇 拼這麼兇喔 拼這麼兇喔 拼很兇欸 真的假的 他拼這麼兇 因為這個棋 等於要被我罩進去了 我能不能先點刺一下 點刺他沾對他眼尾有壞處嗎 或者說能不能撲滅他眼尾 呃 好像有點看不清 我覺得我是不是就單封住 感覺單封住他這邊 他這邊 做出兩隻眼嗎 應該還可以 不過我覺得第一手棋 他剛才還是應該先跳出 沒跳出總覺得挺奇怪的 他應該不會走來這 所以我等一下應該還是點的到 因為我總要覺得他就算跳完貼 我這一打吃 他局部還是並非近活 所以剛才應該沒有急著要去點 因為點完之後他這邊跳 好像 跳完再沾 他好像還是 這邊有眼味 那如果既然都差不多的話 那乾脆先不點好了 因為我這個立下其實也不錯 因為本身下一步這邊 呃 這個 靠進來或者飛進來 局部都已經打結火了 應該說先立一下 先立一下再靠 所以他這邊如果硬要做活的話 那顯然不管怎麼樣 會傷到他這隻腳 呃 他實戰是採取 呃 還是直接做眼 這樣的話我一敲 喔 不過我剛才沒點掉 好像還是不好 這個他做眼 還是可以的意思 畢竟他現在下面斑瞻 下一步還有斷了 我是攔不住 我現在必須得打 那我剛才還是應該點 我剛才還是應該點 沒有必要保留 這個 不過我現在點的話 他只能靠這個 尖啊 尖完之後再沾回 我硬要掐進去有點不現實 喔 不過他直接作解 直接作解 那我也沒什麼虧的 反正 這個我 我結輸 呃 我結輸了 我肯定也沒什麼虧的 雖然本來是 算是我的一個大本營吧 但是 他既然走成這樣 那我也沒什麼虧的 看起來 能不能拿斑當解 不過斑本身有點虧 其實斑本身是損解 算是損解 不過也得提防 那如果提掉之後 下一步這邊斷 還是跨過來 提防後薄問題 我們來看 它本身解好像挺多的 這我能不能沾一下 沾的話 它得煎完之後再沾住 呃 煎完之後沾住啊 这一下我要不要去沾一下是一个小问题 我看我就不 我看我就不沾好了 我直接打这个好了 他应该会消解 那么我就跳起 其实我上面收获也已经非常大了 我上面收获也已经非常大 那 不过要小心自己 这边有薄味了 但是暂时先不管了 我这个跳起 这一颗跑吗 有可能会跑 但是我就后续在这边靠过来 他刚才没必要开解了 为什么他得要去开这个解 还是他不想要尖去窥脚上 但是 这个脚毕竟也没那么大 感觉他的选择还是有点乖乖的 这边冲过来的话好像他还是可以跑 所以我这边不一定 不一定有眼味 那就 还得提防一下 还是提防一下 等一下看能不能借着收获他这一块 那顺便补好这边的漆 不过这个是想想的有点太美了 呵呵呵 因为他这边铁拐 其实我还得要扳呢 去补这边的漆 哦他直接扎钉哦下得很稳 下得挺稳的 不对哦我觉得我这个段其实真的蛮薄的 我必须得补齐了我感觉 8 7 6 5 4 3 2 我是看他这边贴过来我还得要扳 不然这边又还有跑出的问题 哎也不对哦他贴我可以退 他跑了我可以打穿打这个 啊不过这样他等于这边也是有先手位 好吧没关系我补了就补了 那反正这一手也还是有一定价值 当然当然他现在上面就轮他动了 轮他动那我就沾吧 哦他刚才沾他他扎钉先稳住脚步 本来寻常下了我上面应该要振一手去补齐啊 啊不过我刚才是补在这了 那好也没关系我们就 从长记忆慢慢下就是了 不用想太多哦有时候会想着要一战击溃对手啊 或者是 想的有点太多的时候 反而也容易失误啊 心态没白针 左上有点想利用一下 这是怎么下靠吗 还是靠在里面 还是拖一个 有点搞不清 拖一个问他应手好了 本来大跳的骑影是不会拖的只是因为他这边扎钉了一手所以整个变得 比较厚了所以我再去再去拖 但是其实我也没有预料好这边应该要怎么下啦 不过我也是问他一个应手他看到他怎么下 他说我吃肉我有可能断 内搬进去的话好像被他藏 也是局部有个结啊但是就不知道好不好 喔对他吃肉好像也可以考虑内搬进去 嗯 还有点复杂啊他局部 反正先丢一个问你手给他 那我们再想一下这边是要 震吗还是干嘛 啊局部还是把我吃进去了 这样我这边将来还是有内搬进去的可能性喔 留一个喂爆蛋在那边 好也可以 我先来震一个吧感觉还是想震 特别喜欢震在别人头上 不过得提防一下人家这边乱尖什么的 点刺 点刺我应该不怕 点刺我就贴 你如果用团的场好像还是有点先手位 不过也好像也还好团他场我还是可以贴住他充断没什么下面可以火起 他刚才好像如果这附近戳一下我有点痛我可能还得飞一下什么的 不敢硬挡硬挡硬挡被他搬完打是断 哇直接靠出啦这么凶啊 不敢搬吗他这个怎么敢直接靠出啊 他是有想要借着气质然后等下跳阵过来是不是 可能是这个意思 9 8 7 6 5 4 3 2 5 我先搬过来一下看看 必须得搬吧哦他是要夹一个啊夹一个 夹一个我如果长是怎样 他就要跳阵过来了 长他可能会断 有点不是很微笑他断 我本来有点想要打了打了这边要挺出过挺过来打这边要挺过来好像也没什么好的 他断一个那我这边 这吃的话我就反打在场也还可以了 这边不见得一定要去暴吃什么的 暴吃变要跳阵过来还是有点烦 我先拐好了 不过他这个长过来我这三颗还是得处理 嗯 这一串好像下的也没有很好 只能先退 只能先退 不过他这样眼位其实本身已经蛮多的 这串好像没有下的很好 是不是正有点问题啊 我这三颗被他这样破出来其实他是有点薄 还是蛮薄的 他虎一个也差不多 总之三颗还是得跑 怎么能不能先断一下 不过现在好像断不太到 断不太到就有点烦了 应该还不至于断不到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断应该还可以 他如果吃到就打一下 不过第二下可能不一定打得到 嗯 是第二下 第二下会不会打不到 感觉他有可能会拖先来吃我 的确是会的确应该是会 看我刚才靠一下能够断打断完打一下应该还是可以了 还是有取得一点战果 这种子我可以靠过来尝 会齐形上看起来舒展一点 中间也趁机围了一点小控 应该还可以了 不过这局势是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这个显然是 点的有点夸张 他中间给我点太大 这一块我如果把他照进去的话 他应该还是没 没完全火 他现在如果要斑的话 我能不能先把他照进去 不过他这边可以冲完断 我局部外面的包围圈还是太薄了 但能不能至少先照一手 逼或他破出来 有点小复杂 有点复杂 算了我只要三颗能顺利连通就好了 算了我只要三颗能顺利连通就好了 那中间也有成到空 那这边 下部能逼到一手当然是非常大 不过我现在把 蓝图画得太美了 还是得 走好眼前的东西 他去断一手挺奇怪的 好像有点奇怪 他问为什么去断一手 这样我这边岂不是先把他照住了他还得在下面活一手 他现在是可以冲断了 我就打吃完打一下这个 只要我左边能连通的话那他就得回去 回去活一手 回去活一手 对我刚才这边没跳的话可能也可以跳这个什么的 就 进行联络 跳一下后续 强调这边还有个长 对也许我刚才应该跳一个比较稳健 诶 这上面真的活了 一直拖鲜 原来是可以拖鲜了 那我还在那边搞 这我飞的话 挡住我冲上来 他挡 没觉得他可以拖鲜了 先飞一手 这真的可以拖鲜了 真的假的 跨一个 哎哟 跨像是好奇 我又漏算了是吧 不过也没关系啊 我这样子至少也让自己加厚了 先冲 也只能先冲 我要爬一个吗 对哦他应该跨 他可以跨 那我应该用拐的 我好像应该拐 拐他顶的话我再飞 他还是有跨 对 对 那都一样好像杀不太的要他 的确是不行啊 那好吧 就是我拐一下 拐他顶的时候我冲打这个 哦他也是跳下是吧 好吧 先不想了 他火就火 那我们 专心眼前的目标了吧 诶等一下 他现在沾的话我 断完 吃一下再打 哦不然他这个团是先手啦 不太可能 不给他团 诶等一下他现在沾我打这个是什么 他走我挤 哦不过他现在可以团了 对他应该团完之后 吃 团完之后沾 他现在团完沾明显活得很干净了 他如果先沾可能被我打 好像就死了 对 因为我可以走一个 断完之后 断里面 他如果沾了我打 他沾的话我断完之后 断打里面 然后再挤进去他死了 哦所以他这边也是看得清楚 先团 但问题是我能不能不给他团 我就不给 我能不能就不给 感觉我是不是应该不给 我是不是应该不给 把他 放出来这样他没有 没有没有完全火 对吧我可能应该把他放出来 不过这样我自身后包其实也受影响 好吧 有一得必有一失啊 这是必要之二 但是他现在可以扳 把我断不下去 因为他这边冲出来 嗯 好像 还是有带商榷 我这个放出来 不见得好 但没关系啊 下出来的棋 自己得负责 下出来就是继续把他下到完 冲这个 他可能要爆吃一只 确实我 这好像不应该把他放出来 好吧 没关系 这也供不来到什么东西啊 这个 要不要打 打掉还是不打 打掉有点送他眼味 我先直接穿过来好了 刚才如果这边挡住还是蛮厚的 这不应该放出来 而且现在这边有个断的问题 断我还得靠这个 不过好险我靠这个局部是活得干净的 那还好 长过来哦 我这边的确下得不好 下得有问题 不过他这一块是不是还是有保卫 我可能要狙击他那一块的保卫 我先try他一个好了 这本身目数也是很大的一手棋 那反正这个段 我只要那局部能火就没有问题了 先不管他 小尖啊 我真的能不能打他一下 退应该就好了 这等一下还可以尖 去搜刮他一下 或者说搬 搬完虎一下 先退回来好了 看能不能逼迫他贴回去了 看能不能逼迫他贴回去了 逼迫他贴一手 5 4 那我脚上这边再搜刮他一下 搬虎一下 这如果被我挤进去的话 他这边 有点恶心 不知道能不能火 看能不能敢 看他敢不敢敲上来 看他敢不敢敲上来 敲上来我还是有可能跟他 拍个结 拍个结跟他玩一下也是可以 喔他没敢拍上来 那这样子可以 哇这个搜刮太愉快了 只能两眼火起 这个刮下去太痛了 对他来讲 我等一下再漏到这个 应该是没问题 这藏出来好像还好 这藏出来好像还好 我再走到这一步漏 这个漏非常的大 他这边没有 刚才没有把他搬粘掉 搬粘黑旗应该是能够搬粘到的 没去想 这边他会不会 尖完搬过来 在想 刚才这个放出来其实真的挺没必要的 不过 也还好啦小问题 还好是也还有搜刮到他这一块 这个退完之后右下也有跟着搜刮到 这样子木树应该还是有 比较拉开一点差距 然后他连掉两次 其实差距也没有说大刀不能下 还是可以收啊 就 看后面怎么收 还是得看后面怎么收 尖哦 非常稳健 这一手有点太过稳健的嫌疑 这一下我看我把他立掉算了 这一下我把他立掉好了 不然 他将来有可能断打出来 稍微细腻一下 稍微细腻一下 这有点想用尖的 挡的话也 飞的话也可以 算了我看我用飞的好了稳健一点 尖的我是想说强调这个 爬弯点 不尖的话就被他压 这个后续还有个长的先手 对中间可能有点薄味 好现在 我这边中间还是有点薄味啊 这段虽然我局部是可以活 不过 也还有点恶心 这个托 看起来是令人恶心的一首 这一首的确 有点烦 很想吃一下 但是好像不太行 9 8 7 6 5 4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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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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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吃下來要不要扳 好像不太行 虎他是不是還有點啊 虎他如果點我 我沾住還行 沒什麼事 這邊這個爬完點我真的特別想下 我爬他也不見得擋 這個 是有拖線的可能 這邊頂住了 這個我還藏得動嗎 藏現在他可能拐一個吃我了 好 哇這個剛還頂完沾出 其實非常大 有點沒下好 這個我剛才這個沒去下 非常大我被他收掉了 好吧也沒關係我們就 這個 專心眼前的收官目標就可以 這個尖頂有個先手 我可能得提掉 走這個退啊這我能不能再長 9 8 長那也沒多大算了 6 5 看我先爬這個吧 好 跑完可以點刺一下是特別舒服 喔反靠一個 反靠一個這便宜嗎 有點不太確定 有點不太確定 他這有便宜嗎 再走一個貼 貼完貼一下 把這個空給收起來 不知道大不大 可能還可以啊 可能還可以啊 把這空給收起來 他可能只能長 斑頭還被我斷了 斑被我斷了 這個打不下去 不入器 不是不入器 被我這邊打是帶響 尖我可能也 我尖我掐不下去 那我這個貼好像不行 他應該尖完虎一個 欸等下尖我剛才好像可以掐 我打吃完打 我可以反打一個 我不看 有點看不清 剛剛那個圖其實有點複雜 走這個那我尖好了 尖這裡面有沒有點息啊 9 8 7 6 5 4 3 好算了應該沒什麼棋 把這收住了 不過這個左下斑斬還是很大的 這邊有沒有棋啊 看起來其實棋有點緊 不過應該還好 沒看出什麼東西 這樣子我把這邊的一些 僅有的保衛 徹底消除掉了 那也順便撈一點空 剩下應該沒什麼保衛了 那再來應該左下斑斬是最大 喔他把這個收掉了 欸這個收掉的確是有道理 因為下一步這個段上來我還是 就是 他這個段是先手 我現在如果去尖的話 今天頂完立下 我看我沾好了 沾其實比較穩健 因為這樣也讓他這個段 這個尖 變成沒有先手 因為我可以提一下先手 或者說我等一下收光 我就可以立刻提了 然後等一下直接大飛進去 收掉這個 他走到這個斑斬了 這個確實大 不過他其實早先就可以去走掉了 補外側 可以補外側會不會好一點 補外側好像關子好一點點 這邊現在還有個長也蠻大的 這個沖 這個沖也蠻大 或者我可以沖這個 這個剩下的關子大旗 哎呀被他看到了 這個後續打完虎一個 他這邊還可以收特別多目 我先嘗一下 把這個虎掉 這還得虎掉不然 被他收了 還是我用尖的 尖被他扳住 好像也不好 我用虎的 虎完再嘗一下吧 他這顆得救 不過我這邊跳一下之後先手一嘗 好像我這顆就直接拉回來了 是吧 不過他給我先手一打 那還好 這一顆不救啊 我覺得明顯要救吧 可是他在看這邊有什麼棋 看起來是沒有 選擇一個尖粗 我看我提這個好了 他如果補這邊我就直接大飛進去了 他也有可能會補這個啦 因為這個尖頂本身就非常大 其實我可以不用提喔 我可以直接大飛進去其實 我嚇錯了 我應該不要提這個 我直接大飛進去就沒事了 他本身就不能沾這個殺我 那我看錯了 我剛才以為他可以沾一個殺我 那我一時沒注意啊 我其實應該直接大飛進去就算了 啊 不過算了吧 打上來 打上來沒便宜吧 喔我不應該去 我不應該去提這一下的 我應該直接大飛啊 收的什麼關呢真是 但是他用那個跳好像有點奇怪 這下子我還有挖一下的可能性 他如果敢吃下來我裡面有個結 7 6 5 4 3 2 1 不過好像沒有什麼必要 我就簡單收就可以了 簡單收其實差距已經蠻大了 他是不應該打的 他應該直接擠上來 擠上來 非常大 他打兩個是後手 所以我就直接長出了 他沖這個應該沒便宜喔 他沖這個應該沒便宜喔 沖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沒便宜啊 因為木樹差距還是比較大了 他現在 下什麼我應該都簡單硬住就可以了 現在這邊有個尖其實也不小 後續還可以尖完 這邊有沖斷 走這個 看我順便跳捕 跳捕在這好了 這樣他如果等一下打兩顆我就不要了 我先走這個尖 這個尖 看起來舒服 走這個呢我走這個 接在這好了 他斷的話我就直接貼過來 斷的話我就直接貼過來 斷我直接貼過來 這樣他這一條 其實不是還受我搜刮嗎 可以直接尖完之後擋一下 欸 搞不好直接能殺嗎 有可能嗎 他現在點題上面 那我就 可以來搜刮這一塊喔 拖一個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拖完斷打 拖完直接斷打 打吃 他被我拖一個好像怪怪的 我看我就算了 沒必要 其實真的沒必要 看你如果直接拖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怎麼好像有點 有點 有點沒活的樣子 不過我看我就算了吧 簡單收關其實差距已經非常大了 簡單收關即可 好像的確是沒有什麼關子了 這個打完立下吧 他剛才這個擠打沒便宜 他應該擠另一邊 打完立下 那反正只要這一塊能夠 做活就沒有問題了 反正那塊其實都是活得很乾淨 這邊要怎麼收啊 我看我就直接跳一個好了 跳一個再贊助就OK 跳個贊助 差距還是比較大了啦 這個 後續應該 沒有什麼變化了 他這個斷進來跟我拼搏一下 最後 最後PK一下 不過這 這裡頭看起來應該是 比較沒有什麼東西啊 這我就都照應住 不然我也可以直接斷 割不斷我 哇這個真的 也不太行 就簡單沾就行 局部不能火啊 局部沒有辦法火 所以不能被他割掉 要是我早先打掉一下 其實就更穩 局部都能火的話 不過也還好啦 反正這中間看起來沒什麼起 直接投了 好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吧 好那就簡單回顧一下 剛才的對局 那一開始右下角這邊的變化呢 黑棋爭子不利 應該不要走這個跳啦 那就應該簡單小飛就好了 那實戰黑棋跳被白棋給衝斷 雖然說黑棋是可以拿到一個引真的先手 不過白棋這邊補完一手之後 整個棋型是太厚了 連帶也跟著影響到之後全局的發展 那再來左下角這邊 白棋二線高甲之後呢 決議這邊是推薦了一步 直接在底下二路大飛啊 哇那這手棋滿特殊的 應該算是一個 比較場合下法 就是白棋這邊好像發展不錯 那麼黑棋就直接這樣潛進來 如果說白棋在這邊 不管怎麼走的話 那黑棋只要拿了一個先手 直接飛進來 把這邊白棋也破壞掉的話 那黑棋就算取得成功了 而且白棋也不可能這樣 立刻靠下來之類的 感覺其心也是並不理想 靠下來黑棋可能直接搬出 直接吃進來 那麼你跟著補一手的話 那麼黑棋飛一下交換就也算得力了 所以白棋這邊是直接拖先了 右上角再掛 畢竟這裡也算很厚 除了這一面厚以外 這一面也是非常厚 那直接掛過來 這邊右邊也有直接實地化的一個趨勢 好那實戰黑棋這個跳呢 應該說並不是很理想 黑棋這邊壓完一排之後 可能還是應該要夾進來了 畢竟你這邊都投資了一排 這邊的實控都給白棋了 那麼沒夾攻進來 應該還是不太合理了 那這邊他的變化 決意白棋是直接拖先的 直接右上點角明顯也是一部大場 不過下面這邊就直接拖先了 以人類來講應該稍微 比較不一定會這麼下 可能如果我下的話 也許會提提跳一跳什麼的 看能不能把兩塊分開來 直接進行戰鬥 因為你如果簡單堅住去 有可能人家直接從底下過 那就有點無趣了 或者是看能不能直接二路跳一下 踢可能稍微俗一點 因為踢邊要長期再跳出 稍微踢有點幫他加後 也許看能不能直接二路跳一下 如果不會被人家封死的話 那也許應該這麼下 總之如果是我的話 應該還是會在這邊繼續下 那決意是說 佔取其他大場沒有問題 好 那實戰這個陣過來 應該還是比較虧了 所以白棋就初步的取得 就是一個勝率上的一個領先了 那麼再來右上角這邊的變化呢 我實戰又說 這邊白棋拖完斑應該不見得有必要 可能應該簡單的二路小飛完小尖就好了 這邊果然跟我那時候的預感一樣 這邊決意是推薦這個飛完小尖 那麼黑棋這裡就拖先了 我直接碰上來 可能是瞄準這邊黑棋有些跑出的小味道 不過白棋也沒理他 右上角幫忙打吃之後直接打進來 這邊 黑棋這個碰居然被白棋給忽視 也是蠻有趣的變化 那麼 黑棋下一手可以搬進來 還是 還是蠻有些所得的 這邊 下一步馬上就跑出了味道 那總之右上角白棋可能 被夾攻就直接經濟實惠的 飛完小尖吧 因為這樣子走 下一步幫忙打吃 本身騎行就非常有彈性了 黑棋拿他沒有什麼辦法 那如果局部黑棋要團的話 那麼白棋也可以往外 再去簡單的跳出 或者是 或者是團也可以 或者是有沒有這種爬完團 都不太曉得了 爬 爬不到黑六會不會擠完斷 不過擠完斷 白棋也是就簡單棄掉 打轉站或者虎 應該也不怕 總之白棋這個棋型 飛完小尖 是大家可以去使用看看的 應該蠻實用的 那麼 爬如果黑棋擋了 那就這麼下 那白棋不知道能不能扳倒一下 搬完之後再團也是不錯 不過白棋就 提防一下 人家有可能會搬下 這邊得算了 你就衝下去被人家斷 呃 戰鬥起來不力的話 那就別這麼下 有簡單團也可以 這樣黑棋還可以長 那或者說 都懶得去想的 先有簡單 簡簡單單跳出 就 我覺得也是大局上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落後的地方 好 那總之這個二路飛完小尖 大家可以走走看 那麼實戰被人家走這個時候 我當時也有在想 我要不要這邊碰一碰 或者是碰這個 那絕翼這邊的首選 他是碰在山路這個位置 那 不過這個棋的話 我實在是想說 黑棋就算簡單長 這白棋好像 也有點不知道要幹嘛 你走完之後 這邊還是沒辦法去斷吃這個吧 這樣子他照長 那 也沒棋下 不過絕翼他意思可能是 白棋就沾回 那麼 這邊長一排 對於AI來講 有跟沒有一樣啊 他照樣打入吧 我在猜應該是這個意思 他照樣打 那裡面照樣把他洗 洗劫一空 所以絕翼認為沒差 好 那不過我當時的想法是說 黑棋這邊長一排 可能會對我打入有點影響 所以我就沒去碰 那麼黑棋這邊他的變化 也沒長 他是直接二路搬 可能會覺得這個長兩顆 對這邊 可能也不見得有幫助 他就直接搬了 總之這個AI的計算 他比較深遠了 我們有時候 也是就參考參考 不見得都有辦法發揮 他下次出來的那個效果 那麼黑棋搬完之後吃住 不過這個也沒有照一般的二路打吃 因為你吃了三路的話 白棋是有可能沾完之後 再從這邊打的 我之前的對局當中有講過 那這邊因為情況不太一樣 所以就暫時不提了 他這邊就簡單沾 簡單壓幾下了 然後再回到這邊沾回 不過這邊沾的時候 黑棋沒敢衝下 直接沾這個 那反正白棋也不會去這樣吃 這樣吃被人家沖下也不行 所以可能還是先爬過 那黑棋這邊他是走的蠻實惠的 他的意思是說走到這個黑八 我這樣實地拿的比較實在 那麼如果說你剛才藏起來的話 這個反而有點虛花花的 人家這邊隨便點隨便打 大家都吃不來住 反而他剛才下那個雖然圍的小 但是比較實惠 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好回到實戰 這邊講有點多了 那實戰黑棋這個 沒去提呢 可能 還是不太好 這明顯可以看到 勝率白棋又進一步飆升了 這 大概目數虧了1.5 勝率也虧了一些 這還是應該提了 然後白棋可能就打完 飛出 這樣子 因為實戰也是差不多的結果 但是白棋眼型明顯是更好 好 那實戰黑棋這邊打下來的時候 決議是推薦 不要我不要去靠這個 他覺得我可以先碰 不過碰的時候 黑棋這個反點也是走的蠻犀利的 那這邊 決議他的想法 我覺得 人類比較稍微 不太會這麼下 我覺得 因為他你就直接反斑 反斑完然後人家 把我們下面全部洗劫一空 他自己撈了10多目 然後我這邊全美了 我覺得以人類來講 真的比較少會這麼去下 但是決議他可能看得非常深遠 我們這邊加後之後 再打這個 將來黑棋這邊如果要跑出的話 這個戰鬥白棋非常有力 他可能已經看到這一點 不過 以我們人類比較狹隘的目光呢 可能只能在想說 我要怎麼攻他這個 沒有那種大局性的思維 這邊AI他的大局性思維 真的非常強 損失局部實地 但是走後中間再打 這個就 黑棋處理一下就累了 好 好 那所以 下面這一代呢 好像我在點的時候 不是 他搬上來的時候 決議認為我這個虎下去也不好 我應該簡單長 那他這邊變化是 黑棋在小間白棋就虎一下 不過這個看起來還是有點味道 但暫時當然黑棋不會去動 那另外剛才這個變化可以看到的是 黑棋局部這邊二路飛點 還是一手 蠻大的一步棋 因為白棋整個眼位 就比較被搜刮掉 所以白棋還得處理一下 那麼黑棋借著攻擊 順便靠完長一下 加強上面一代 好 那麼 下一步這邊 果然還是應該長 那長的時候 這邊變化稍微不一樣 他這邊先虎一下 那黑 白棋這邊得補 否則黑棋 從這邊飛出 這邊黑棋飛出 白棋藍不太住 你如果藍這邊人家一尖 先手 那你如果走這邊 他當然也是尖這邊 所以 白棋這邊得去縫一步 那麼 黑棋這時候再走這個尖 那麼 下面就可以開解的這樣一個手段 好 所以其實 跟剛才變化其實差不多 就是 次序稍微變換一下 那實戰 我這虎下 決議認為黑棋打完之後 可以脫先了 這局部留這樣的一個味道 讓白棋這邊 下一步其實斷了 我還是可以算 也還算吃的乾淨吧 但是至少黑棋覺得 決議認為黑棋這樣已經算先手得力了 那麼這邊跟剛才其實差不多 白棋藍得處理 黑棋藍的攻擊稍微 所以 為上面 那麼 不過這邊白棋過程當中 還是拖線的去 蹭了一下這樣 好 那麼 實戰黑棋的這個 我本來想問他 是不是應該 走這個尖完之後再粘住 但是這個尖本身 這手棋還是非常的虧啊 黑棋也不想出手這一步 因為尖完之後 右下角我這一拖 那局部就已經打截了 所以 決議認為他不去蹭這一步 是好棋 那應該直接開截沒有問題 不過這個黑棋直接開截就像實戰一樣 他畢竟還是比較累了 不過我實戰 立刻去找上面這個截 好像找的有點早 我應該 還是先走一走這種鋪的截 因為他這個不要的話 我一提掉他右上整個 爆炸不講 這個 這個如果去拆二的話 這塊棋還特別薄 所以 我應該可以先找這個截 上面打當也沒有什麼問題 勝率還是不錯 不過 在 攻擊過程當中 呃 決議好像認為我這一手不用補 我就應該直接 震一個去補七就好 對啊 這邊其實 也還好 不過我補一手應該也還算有價值 那麼 左上角拖完一下之後 決議認為我應該立刻去斷 我本來想保留 有沒有可能將來去 板裡面搜刮他裡面 啊 後來也沒下 決議認為我可以直接去斷 那麼 黑棋這邊他是長出的 好 那白棋就裡面打爬 這基本上 要活棋沒有問題 黑棋吃外面 然後白棋就煎完之後一接 這裡面全火了 但是這三顆就飽了 那黑棋這一塊也比較不怕了 那麼 他這邊補一下 以免白棋 一些 跑出的手段了 這邊好像可以直接跑出了 剛才 對啊 如果黑棋沒補那個黑石 好像 白棋真指是有力的 可以直接跑出 好 那麼 這麼下 這麼操作的話白棋好像也不錯 雖然黑棋走後 但是 白棋掏掉腳空 而且還拿到先手 這簡單一跳 喔 這個白棋應該還是不錯 我先去震的話 變成說 實戰有點沒攻好 但是他假的招決定 我應該沾 沾完下一場 那麼 黑棋雖然可以跳陣過來 但是白棋再走這個段 前面我們這個拖了問一手 還是有發揮一點用處 這時候再斷 那麼黑棋如果要打裡面 就像實戰一樣 我們可以 藉著這邊兩個援軍呢 我們可以靠過來 這樣子白棋出逃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那為什麼說有幫助呢 就是說 他譬如要這樣跳 我們藏過來 下一步就壓下去了 那這邊就很好跑了 就簡單連過了 那他如果搬這個 那我們這幾下 怎麼看都是有所便宜的 這兩下明顯是有所便宜 那這邊他也攔不太住 所以決定我們這邊應該直接去沾 那他的變化是黑棋一樣長外面 那麼白棋還是一樣可以掏掉裡頭的角控 那後續當然也是照這個下 那 那等於說七到三顆 不過掏掉腳控 而且呢外面這邊收穫也是不小 這看起來可以為個15到20目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呃這個白棋也可以這麼簡單下 而實戰後續這個拐被人家吃住之後 這個可以看到勝率是 蠻降的 從剛才本來就是多 已經降回來了 黑棋這邊應該簡單藏就好 那藏的話我還得出逃 不過這個如果造實戰好像 應該我還是一樣會先來靠 先來斷這個 這邊G1的變化不曉得 為什麼沒有先去斷 他就簡單 簡單場 簡單跑出來了 不過他這邊可能又改變思路了 他想要 再去搜刮黑棋這個角 他這時候又改變思路 又想去搜刮角 這個算是我原本的意思 保留有可能去搬這個角的可能性 但總之黑棋沒有去藏啊 走這個虎 他可能想照顧眼衛啦 但是 那就比較不好勝率疊下去了 白棋走到這個段 然後靠一靠 簡單聯絡 那勝率又回來了 之後就一直比較沒有一些波動了 這一塊棋殺不殺 其實 沒什麼影響 就算 我是看半天 那時候實戰 我那時候也好像也沒有看半天 反正 就殺不殺其實影響不大 那這個擋不擋呢 應該也還好啦 衝進去也行 因為其實本身也破拉不少木數 放出來 只要自己後保沒有問題 那就還好 後面就都沒有什麼波動了 好 那這盤棋總之黑棋比較虧的一個地方 主要在下面這一帶 然後 這個跳完之後壓幾個 然後沒夾進去 那這個太虧了 好 那 之後包括在右上角這個 沒有去提啊 這手棋也比較虧 一些定式比較基本的地方沒有下好 那麼 上面一帶就是說 在戰鬥途中 這個沒藏出啊 跟 雙方的這個後保上 可能差距也比較大 他走這個 走這個虎 就變成說 被我將來動完靠一個之後 直接罩住他這個 好像就不太理想 好 那這盤棋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 大家收看